大家好,我是阿忠 买回来的金针菇,我们不要再凉拌打汤了 试试我们今天这种做法 保证你绝对没有吃过,更没有见过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 只需要加上一把大蒜子 保证你做出来营养美味,好吃又下饭的美食 喜欢的话就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帮我们买回的金针菇清洗干净 切去根部 然后把金针菇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把它装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大蒜子 大蒜子要多一点 然后我们给它剁成蒜蓉 蒜蓉剁好之后,我们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大葱少许,我们给它切成小丁 大姜少许,我们先给它切成片 再切丝 最后给它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为了颜色搭配 我们再给它切点红椒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如果刚好家里边准备的有虾皮 我们给它放上一把虾皮 多少都没有关系 喜欢吃的话就多放一点 为了增加它的复合味 再来两个野山椒 切碎成绒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多放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所有小料备切之后 接下来我们上锅进行熬制 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油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油多一点,它能处存的时间更长 而且吃起来更下饭,更香 然后加入少许的豆瓣酱 再加入两份的蒜蓉辣椒酱 大火给它熬一下 熬出香味之后 我们把虾皮给它放进来 把虾皮的香味给它熬出来 熬出香味之后 把我们切好的葱姜末给它放进来 继续给它熬制 把葱姜都给它熬香 香味熬出之后 再把煎蒸菇给它放进来 继续给它熬制 把煎蒸菇中的水分和香味给它熬出来 熬制的时候不要着急,小火慢熬 熬制两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啤酒 啤酒能有效的增加酱的香味 又能去除腥味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蚝油20克 海鲜酱10克 没有的话也可以不放 鸡精10克 味精15克 再加入两块冰糖提鲜 如果家里边有鸡粉的话 我们放点鸡粉 经过9981秒的熬制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酱熬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撒少许的白芝麻 如果喜欢吃麻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淋点花椒油 或者是自然力都可以 想吃什么味都可以调什么味 这个时候 最后再把我们切好的红椒丁给它倒进来 继续给它熬制 再小火给它熬制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熬了五分钟的金银菇酱 看着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学会着这种熬制方法 无论用来拌米饭 拌面条 或者是夹馒头 都是非常不错的哦 更重要的 也可以拿来蒸海鲜 蒸鱼 都是绝对杠杠的 好 三分钟时间到了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满屋飘香啊 好 我们关火 然后把它盛出 倒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给它自然晾凉 冷凉之后 放入密封罐中进行保存 就是放半年 它都不会坏 前提我们在熬制的时候啊 油一定要多一点 这样密封起来便于保存 这样我们这一份金银菇酱 就熬制完成了 金银菇 小伙特这样做真是太好吃了 好吃美味 营养又下饭 无论是用来拌米饭 还是用来夹馒头 都是非常诱人 残酷你 大家看一下 让人看着就口水之流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就连新手小白也能一看就会 金银菇小伙特这样做 再也不用炒着吃 凉拌吃打汤了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露口酱香浓郁 回味绵长 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多烤一点 用来馈赠亲朋好友 或者是做下饭菜 都是非常过瘾的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之所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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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